国民党团总召傅昆琪先前曾在广播说明 推不在籍投票是优先法案 传出周五国民党团开内部会议 讨论不在籍投票草案 傅昆琪亲自主持 表明对国民党不一定有利 拍板暂缓推动 南威解释是还要整合党团内部意见 据了解对于适用投票种类 是针对全国还是地方选举 以及是否扩及海外和大陆地区 自家人就有多种版本 会中王衡威主张 如果没有海外和大陆地区通讯投票 长期恐怕让国民党失去海外台商支持 但傅昆琪当场回应 海外通讯投票对国民党选举未必有优势 像在美国的支持度未必会赢民进党 而扩及大陆更可能引发争议 现阶段不太可能列入修法 蓝英强调有共识就会续推 但绿云这头反酸 党主席选举要不要先当领投洋 评估不在即投票恐怕不利蓝营 傅昆琪先踩刹车 整合内部意见 参赞黄省市全台北裁缝报道